今天拍的背景音乐 不知道会不会很清楚 反正可能会有点杂音或什么的 收拾不好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但是是由这些乐器 所敲出来的 因为表演 他不让我录像 然后把声音给录下来了 所以 今天的所有背景音乐都是这些乐器 这里真的太大了 如果大家要来的话 一定早点 中午之前到最好 否则根本没有足够时间 读里面每一个字 所以门票套票全部车票 全部加起来大概100块钱 还有一个表演 最大可大21米 看这有多大 这个大概是 十几米吧 贵州龙 怎么那么小呢 胡思贵楼龙 好小啊 八个频道 後面的游客 乙子博物馆 这也是2011年才发掘 南朝青铜灯 看那款配的装饰 这是未发掘之前的药物 日印为什么都那么小 很小 那个就像还没有大模几宽 它手有点小 如果要我去握的话 这一段是不够我握的 大家猜这是什么 这一大片镜子 哇塞 钱币出土 出土 他吓得人啊 那边也是 看以前的电锅 你看现在好有钱 连马都带金丝 这一大片镜子 我看模型 月车 画人以后就这个样子 这个什么东西 真寿 我放真寿 刚刚那只是第一个点 对吧 这只是一个博物馆 下个点好像是刘鹤沫 这个是木 这里啊 这边就这个 对了 那这个是磨鞋 那应该不是真的 不会那么小夹子切 这个比较像 有此参观 就写个robber文 好 我不拍你了 请问一下那个 那个才是木室 然后从那边一路过来 都是门口 都是门口